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幸运名堂 今天的节目来说一下乌克兰战争的事情 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然后很多人在 很多乌克兰人民都在抵抗乌克兰 就是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很多主流媒体也不再是完全独立的媒体了 因为很多在乌克兰的人啊 中国人啊或者其他国家人啊 或者乌克兰人啊 很多已经在大批的大批的逃离乌克兰 这些新闻主流的媒体完全没有报道 很多主流媒体都在报道 乌克兰人民怎么留下来 怎么抵抗俄罗斯侵略战争怎么样的 拿起枪抵抗侵略者 保卫乌克兰这个主权国家 都是这些新闻 所以现在很多西方媒体啊 西方的主流媒体也不再是独立的一个媒体了 我们还有最新消息是俄罗斯 俄罗斯以前也做过 但是失败了 现在俄罗斯又做了 跟学中共一样 建了一个防火墙 就是往前 然后现在俄罗斯已经开始屏蔽大压的西方媒体 和一些西方的一些主流社交网站 比如推特 YouTube Facebook 仪式馆就是IG 然后这些主流媒体 主流的社交网站 媒体和媒体都开始给俄罗斯屏蔽 现在在俄罗斯这些网站已经是不能正常访问了 之前是俄罗斯突然屏蔽的 英国BBC介财的一个媒体 突然是打不开了 我用我在俄罗斯网络下是打不开网络 打不开BBC这个网站的 BBC属于英国的一个电视台的一个媒体 现在那个推特 Facebook IG YouTube 谷歌已经在俄罗斯已经不能使用了 之前 谷歌配 谷歌配 然后 谷歌配 不是 谷歌配 还有谷歌 谷歌配 再 还有 Apple配 再 因为美国制裁在俄罗斯 不能使用 然后 谷歌是能用的 YouTube也能用的 但是YouTube 在对YouTube 俄罗斯的YouTube 平常组进行那个制裁 不能透露广告等制裁 现在谷歌 YouTube 直接就不能访问了 也就是说 俄罗斯现在要访问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这些 国外的西方的一些社交网站和媒体网站 都需要 都需要 翻墙 才能访问 跟 中国大陆是一样的 以前俄罗斯 普京也是想用这个方法 行用这个方法 但是 他失败了 现在俄罗斯 因为 跟 习近平靠得很近 跟中共靠得很近 然后 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 支持俄罗斯 清流乌克兰 所以 然后给他 习近平给他 带了 金盘 做得很近 所以 现在 俄罗斯普京 再次 进入网站 再次屏蔽这些 国外的一些社交网站 让民众 不让访问 俄罗斯普京的理由是 这些主流的一些社交网站 很多信息 大量 大量 流露这些网站 很多人 很多人在访问和使用 无法控制这些信息 所以 所以要屏蔽这些网站 所以要屏蔽这些网站 我这个理由 我不知道怎么做 应该是 不想让民众知道这些外界信息 也不想把这些信息传到外界去 然后可以控制一些民众的一个思想和言论 因为很多俄罗斯民众都反对俄罗斯侵略 然后导致很多俄罗斯民众被捕 俄罗斯普京想 屏蔽这些网站的话 他直接跟跟中共一样 直接控制这些俄罗斯能能能思想 思想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 没有能来反对这个俄罗斯这个政党了 这个政权了 俄罗斯这个政府了 这样的话就 俄罗斯普京想侵略国外的话 乌克兰或者其他国家就没有人反对 很好的控制也呢 虽然这种方法确实很好控制 我觉得 这种方法就只要 屏蔽这些网站来了 国外一些网站 这个国家基本上都不是很好 而且俄罗斯也是主持 共产党 习近平 也是独裁 所以他们是好朋友 西方只有民主 是个民主的朋友 独裁的国家 是 是没有朋友的 他朋友只有 跟他一样独裁的 才有他的朋友 所以 所以中共要 想尽办法找这些 独裁的朋友 因为他的朋友很少 基本上都是他敌人 一些西方的媒体 就是民主国家 西方的都是 他的敌人 基本上都是独裁的 独裁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他敌人 都是反对 我也是反对他 我也是 是为独裁的国家 为敌人 所以 俄罗斯跟中共 都是差不多一样 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他们 估计也是害怕 他们知道 国外的信心 没有办法 控制他们的言论 然后导致很多出来反弹 因为很多俄罗斯也出来 俄罗斯民众也出来 反对俄罗斯普京 亲的 武克兰 战争 普京也想控制这些 民众 控制他们的信息 好了 那 这个影片 就聊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按赞订阅我 按赞订阅我的 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点下小铃铛 有新的影片会通知到大家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